所以你看到美国在这些年来到处去侵略人家国家 对不对 尤其中东哪一个国家没有被他侵略 他甚至侵略了把别人家伊拉克的总统哈山抓来吊死 那今天美国的做法让人家觉得悔以所思 可是他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大嘛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美国在这些年来到处去侵略人家国家 对不对 尤其中东哪一个国家没有被他侵略 他甚至侵略了把别人家伊拉克的总统哈山抓来吊死 他都敢做 他说他是为了正义 为什么 因为伊拉克在发展核武器 有生化武器 后来就把人家国家占领了 那全世界都说那你说他有哪出来啊 因为美国还派他的国务卿到联合国去演说 说他们就是有毁灭性的武器 还拿了一个小瓶子说你看都在这里 政绩在这里 这个人叫鲍娥 他前一阵子过世 他人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到联合国去讲谎话 他是一个四星上将 在美国获得很大尊敬 因为他是黑人 他当过国务卿 结果 人生最大的污点 就是带着美国的谎言去联合国说谎 那各国都相信他嘛 因为他是一个黑人的将军 将军又有战功标柄嘛 结果原来是帮美国政府讲谎话 结果讲谎话以后 侵略了伊拉克把海山哈山给吊死了 哈山总统在台湾叫海山 他被吊死以后 大家想说那你现在总要把政绩拿出来吗 后来政绩拿不出来 那去年美国政府说 我们那时候的情报是错误的 没有这回事 各位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流亡国家 没有这回事 你把人家国家媚文 把人家总统也吊死了 那时候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那死的人怎么办 这国家现在毁灭了 过去伊拉克在 在中东是一个繁荣的国家 那所以人家 现在人人怀恋哈山总统 为什么 因为哈山总统那时候跟美国政府是对抢的 他认为不应该接受美国的很多做法跟说法 所以美国就借着这个领目 那我讲现在美国要借着什么样的领目 他在中东这些国家 他肆无忌惮入侵 命人家国家 把总统把他杀害 对伊朗也是这样 对伊拉克也是这样 对不对 他的部队都进去打仗 等于就侵畏人家国家 可是对俄罗斯他鼓动 乌克兰去跟他对抗 他为什么不敢出兵 加入乌克兰的战场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各位有最大的问题 俄罗斯有核弹 有核弹 你把我惹麻了 到最后的话 我就核弹就打你 怎么办 对不对 现在用 极音速的载机 去载核弹的话 是没有办法拦截的 那你美国怎么承受得了 所以他知道 你是很强大的 我就不敢去入侵 去侵略你 你是可以欺负的 我就把你吃干抹净 这就是美国的行径 我请不吝点赞 很礼鳍 感谢观看